这节课包括之后的节课 咱们会利用一些职码考试出现过的真题 来讲一下第一大类的考点 叫做剧内关系 什么叫剧内关系呢 就是当你去抽取每个简单剧的主干的时候 就会发现 在某一个简单剧里 这五个选项就会出现一些成分差异 而且你仅仅根据这一个简单剧的主干 所提供的信息 就足以完成排除和选择 这样的考题呢 从难度来说 不见得小 但是它对思维长度的要求是比较短的 对于这样的考题 只要你能准确的使用三条解题规则 包括严格保证两条原则不要放松 这种考题就很容易答对 咱比这个题为例 还是老规矩 咱们先判断成分 有朋友的同学可能会感觉说 我这个判断成分还不是那么的熟练 并且可能还总是会看了意思 就没有判断成分了 怎么去扳这个毛病 其实非常简单 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这个自问自答的方式 你可以每看到一个词之后 都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词是一个什么成分啊 然后你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这个词是主干成分 就是主卫宾或者补楼 那问第二个问题 是什么中文啊 如果你回答这个词是一个修饰部分 你就可以选择直接跳过 再问下一个词 依此类推 就是每一个词问自己什么成分 回答 然后问什么中文啊 回答再往下走 依此类推 每读完一个简单句 你可以把之前你读过的主干的中文串一下 那这样的话 依此类推啊 就能保证你每一个选项 包括原句啊 都是按照一个正确的方式 编读成分 编读意思 并且还是抽了核心词来读的 咱们来操作一下啊 比如上来我先问一下 从one开始到逗号为止 什么成分啊 这一看 聚首的一个现在分次端语肯定是伴随嘛 伴随是一个简化过的壮语从句 对吧 那壮语从句算是长从句 这么长吗 算长从句了 咱们抽个主干 那主干里面找个主语吧 主语是这个it 这个it呢 很明显 身后这一堆的是形式主语啊 那所以就是这件事呗 那这件事是主语啊 动词应该是number 什么中文啊 应该是数语的意思 对吧 那编语是millis 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百万计 对吧 你看一个成分一个中文 先问什么成分啊 一看主干 咱们就读中文 一看修士 咱们选要跳过 比如word y 看状语不管它了 就不读了啊 所以把主干创业一下 意思说这件事 数语百万计 诶 注意了 如果啊 在你抽主干的过程中 读一读就发现 哎 这个选项呢 读到这儿 就会有严重的 语法 或者语的问题 语法问题 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没动词 没连词这些 最基本的语法错啊 或者说这个一样 说这个事 数以百万计 可能很不像是常识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当你发现啊 有这样非常严重的 你能确定的语法 或语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 把这个选项 直接干掉 咱们前面的课 也强调过了 语法考题的核心 就是把不同词 利用语法成分 放出了不同的关系 对吧 那如果你发现 这关系明显 就是不对的 就可以直接干掉 没有必要去再保留 或者排除 这样更慢 而且更不准确 所以A选项 已经是不对了 可以直接干掉 咱们再看B 把B选项 带回文章 还是一样 先判断成分 前面是伴随 主语是狼 这回可以了啊 狼 树蚁 百万计 身后 Devolve是主语 中文是狼 动作呢 是被估计 对吧 身后的 to have declined 咱们先问 什么成分啊 这应该是一个 宾部啊 是某人 估计了这个狼 去降到多少 对吧 所以这是个宾部 那宾部里面 这个动词是下降 宾语是20万啊 那身后 从ways开始 到一万一 这一堆 应该是一个 借词短语 做壮语啊 但是呢 你当你看到了 有代词的时候 还是要第一时间 去确定 它的指代对象 因为代词的全称 叫做代名词嘛 代替 那个名词出现 所以你得知道 我代替的是谁 而你会发现 这个dom的身前 除了contress之外 没有复数 这里面 如果指contress的话 是某一万一个国家 被发现在什么 美国之类的 肯定不对 对吧 这个dom呢 在逻辑上 肯定应该指的是狼 是这个狼 被发现在什么地方 对吧 而这个狼 在2B里面 是个单数 所以这算严重的 语法问题 就是代词 没有我能代替的名词 所以语法肯定不对 RB就干掉了 C选项 你读主语应该是狼 动作是降到 并于是估计 然后他后面这一堆呢 这个dom 依然存在 因为没划线嘛 而狼还是单数 所以C肯定也是不对的 再看4D 把D带回文章 前面是伴随 主语是狼 动作术语 并于百万计啊 这里面主语依然是狼 动作呢 是decline to降到 对吧 后面的宾语 这一堆找一个核心词啊 印57国家20万 肯定这个estimate是核心词 A of B印C嘛 肯定是借次端就定语啊 然后那么 这里面的核心的 宾语应该是估计 是狼 降到估计上 身后呢 这个 这个dom终于又出来了 这可以指代前面 出现过的狼 对吧 所以D呢 可以先暂时保留 再把5亿选项 代入到文章 前面伴随 不管它还是一样的啊 主语是狼 动作降到 好 这身后啊 咱们找宾语 an estimated注意 这个词 已经变成了 过去分词了 这里面是当形容词了 所以整个限定词 形容词 名词 对吧 这个核心名词 应该是20万了 你会发现 诶 这两个选项 其实呢 在宾语部分上 主句主干啊 主句宾语上 就有区别了 咱们在三条解题规则里面 讲过了 第三条叫 看大 不看小 也就是说 我主句主干都有区别了 那我其实修饰部分呢 基本上就不用太关心了 所以4D的字面意思是 狼降到估计上 无意选项字面意思是 狼降到了一个数字上 你要想一下 哪个意思 更符合逻辑关系 那很明显 狼 咱们也不能降到估计上吧 估计应该是估计的数字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狼 降到了某一个数字上 比较合适 所以一选项就是答案了 那你会发现 其实这两个选项 在逗号之后 也是不一样的 4D里面 这个with 后面加了名词 后面加了一个不定式 而1里面是some 后面加名词 加不定式 这是不是有区别 确实有 在4D里面 这个部分啊 做的是状语 而在5E里面 这个部分 等于是个名词嘛 做的是同位语 确实在意思上 包括成分是不同的 但是记住了 咱们的规则叫 看大不看小 我主句主干就有区别 我何苦非要看 这么细的部分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仅根据主句主干 所提供的信息 就可以得到选项了 更快 而且更准确 做完后啊 咱们对这个题 做一个复盘 你看一下这道考题 其实考了什么 考的东西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东西 数以百万计 以及狼 应该降到什么上 是降到估计上 还是降到数字上 掺杂了一点点的 语法基本概念 就是这个代词的 指楼项问题 其他的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题呢 它的难度啊 并不算大 只要我们能把 这个主干信息 抽取清楚 并且稍微保有理智 这个题 应该就不会出现问题 记住这个做法 不要被细节信息带跑 一定要把 句子之中 各个成分的关系 各个词的关系 搞清楚 考的就是这个关系 这就是这个关系 这就是这个关系 这就是这个关系